而2023年国家清洁周21号新城乡各村是同步进行了环保清洁的工作 新城乡长和李台制证了打扫用具给乡内的环保志工们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守护好乡内的美丽环境 春节即将在一周后到来 新城乡公所清洁队在1月11号时事全乡大清除 并有空军第五战术混合联队兵力60名 入境华东防卫指挥部兵力75名 空军教育训练及准则发展指挥部兵力60名 协助新城乡公所部队上午8点40分 在新城乡公所前广场集合 上海和李台亲自主持免力清洁人员以及部队兵力 确实实施环境清洁工作 我想各位弟兄除了平时自己的部队里面的信念以外 自己的工作岗位努力 老家为国愿意来出外为我们社区来做敦亲户履的工作 李台在这边要表达对地方对你们的敬意 尤其新沿江是属于花莲县的北大门 不管在国际机场也好 花莲机场 以及整个台九县苏花改进出最主要一个道路 所以也是我们花莲县的这个北大门 所以各项的工作尤其在环境的维护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平时我们乡里面清洁队的努力工作以外 还有环保志工队大家共同来为乡里面的环境来共同来努力 那今天特别要来谢谢我们各位 我想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好 昨天还在担心地上湿的怎么来打扫 早上起来的时候地上都已经干了 希望今天拜托各位好好地把环境打扫一遍 虽然如果我们看了我们乡里面的环境都已经很干净了 平时只是这样的 但是透过今天各位的努力 我想让环境更有氧 让我们的乡亲过个好年 向南合理台表示 新人将平时在青年队精力的维护之下 成为了幸福干净的城市 因此呼吁乡亲要把自己的住家 以及周边环境打扫干净 例如自家七楼 门口任行道 四公司以内的巷弄 以及住家潜水沟等等 乡亲共同来维护 乡里整洁 处就不幸过好年 记得喜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